我們現在做一個教學的一個影片 就是說我們現在 有用一個Meet 一個視訊會議的Meet 那 這Meet在做一個範益式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視訊軟體的功能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先做幾個示範就是說我這邊有 四個人在連線那我這個電腦有雙畫面 所以你可以在錄播上面看到有兩個畫面組成 那兩個畫面組成的時候這邊我們有一些選項可以去設定 例如說你要設定的麥克風 設定你的攝影機這邊都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這是GoogleMeet GoogleMeet有一個功能他有一個叫 那個夥伴模式 所以假設你要看雙畫面你可以 另外開一個視窗 我拉到右手邊 這邊去開一個夥伴模式然後把你這個連結重新貼上去 這邊就會一樣進到這個視窗 右下角這邊有一個使用夥伴模式 那點上去以後呢我們就 這邊就有夥伴模式進來了 那這夥伴模式之後呢我們這邊也提醒說這個人使用了夥伴模式 這夥伴模式要幹嘛呢是假設我遠端的人分享他的桌面 的時候像好我現在我用筆電 我這筆電有登進來 那我分享我的桌面 我把我桌面分享出去 分享我整個畫面 那我分享我整個畫面的時候呢 這邊就可以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這個桌面分享那個畫面出來 可是你看這兩畫面都一樣 但是你可以把左邊這個 這個丁選拿掉 他就等於是小畫面 所以每一個與會進來的人都是一個小畫面 那右手邊呢這邊就是一個 他遠端分享過來一個桌面的畫面 那好這桌面畫面的時候呢我們也可以放大一點 可能我們可以放大畫面去看 例如說按F11 然後畫面就比較大 我們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既可以左邊看與會的人 右手邊又可以看 那個 對方分享的簡報 雖然是蠻好用的那我如果想要分享我自己的簡報當然 其實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的桌面 我這邊按分享桌面 我分享我的整個畫面分享第2組畫面 我分享我的第2畫面給他分享 那這時候呢 我可以把這個畫面收下來 所以遠端的人 就是看我這個副畫面 有沒有我就分享我這畫面給遠端的人看這個畫面 那我也可以把這邊丁選 拿掉 這邊小畫面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這一個人 的畫面也可以看到我自己分享的畫面 所以這個在Google Meet 是很好使用的一個功能 就是 可以做到 雙螢幕 分享簡報 或者是看遠端 用兩個大螢幕去看 但這是看每個軟體不一樣 並不是每個軟體都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要看一下 因為如果以我們知道 應該Room 還是 Webass 還是 Teams都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這要看每一個 那個視訊軟體的有沒有這樣雙畫面的功能 這樣Google就是有 所以他可以做到這樣一個功能 以上的一個 我們 視訊會議的分享 謝謝 非常的楽器 謝謝 在這裏 謝謝 真的 沒有 請 我 感谢观看